目前,河内市有莲花种植面积600公顷,集中在西湖、美德、弥陵、石市等郡县。 莲花池除了成为旅游景点和打卡地以外,还能助力河内开发莲花手工艺品和美食。 许多产品已被认定为一箱一品产品,包括广安莲花茶、弥陵莲花茶、莲花渣肉、莲花糯米、莲花龙眼茶、莲子奶等三星级产品。 今年,西湖郡人民委员会首次在西湖文化创意空间举办河内莲花节,并介绍与北方山区省份文化相关的一箱一品产品。 据河内市旅游局,许多省市都有效地打造花卉旅游产品。 河内拥有广阔的莲花种植面积和以莲花树为原料生产的众多一箱一品产品,因此可以有效开发莲花旅游产品。 部分地方像西湖郡可打造成为河内的典型旅游目的地。